凶器找到了 请问可以释放米卡卡了吗 凶手呢 一帮警察都不知道的事情 竟然问一个学生 凶手是怎么保证死者的时间 和我昨晚到达的时间是一致的呢 他用了净水的牛皮绳 这是熟人作案的案件 如果要调查凶手的话 可以从这个点入手 凶手是大楼清洁工郭天成 那会告诉警方啊 警方现在有问题 确定有问题 当然 那可是你哥告诉我的 我哥 你见到我哥了 他还好吗 至少他现在还是完整的 他私下联系了我 我也和他说了我的事情 他说经过分析 发现扑克牌组织的杀人顺序 是多米诺似的 也就是说 这个案件的凶手 是下一个案件的被害人 但是 这么明显的线索 警方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只有可能是有人 故意压着消息不说 怎么不这样 我不是说过了吗 警方那帮人说的话 现在也信不着 对了 跟你说一个消息 你做好心理准备 你哥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植入了笔质芯片 我哥 他怎么会 只是植入了芯片 便没有加入组织 可他跟这是无关啊 和你打开推理笔记的那一刻起 这件事情就和你们有关了 是我害了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建议他跑 他没同意 他现在应该计划着 一个人去逮捕郭天成 不行 我要去找他 你回来 我可不知道你哥在哪儿 但你知道郭天成在哪儿 对吧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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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以后很少有人愿意再给我们供稿了 不好意思啊 怎么 也有人想做你的生意啊 没有 只是自己生意给照顾一下 轰桃那边传来消息 郭天成已经暴露了 我们该怎么办 说了你要吗 是 前面前面 这过不去了 跟丢了吗 没丢 我们换一边追 我应该闪掉了 哪里见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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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检机通报 在新河路与文石街交会处发生一起车祸 肇事者现已逃逸 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受车会影响 附近街道发生大规模交通拥堵 请各位仔细注意避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见了 我收到一封匿名信 上面写着相川折叶收 是高龄市所有扑克牌组织成员的名单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经过红桃七合时 确实有人将高龄市所有成员的名单送往了警局 关于具体职位的消息半真半假 但名单都是真实的 我怀疑组织里出了叛徒 这份名单这么详细 不可能是外人弄的 可是有谁敢背叛组织呢 当然有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要清理叛徒 除了黑桃K还有谁敢这么做 您说的该不会就是艾迪生吧 他不是死了吗 他没死一直都活着 从现在开始 高龄市的所有成员进行紧急撤离 红桃桂顶多能为你们争取十天的时间 在此之前 必须马上把艾迪生给我找出来 这该怎么找啊 总该给我们一点线索吧 只要找出来 我就把你们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如果找不到 我就把高龄市全部清光 来 这个 这个 坐 快走 打开 老大 逮捕了多少个 跑了六个 逮捕了三个 其中一个急性食物中毒死在警车上 目前送到警局的两个 都是组织的边缘人物 没有花色 只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代号 他们除了知道自己隶属于铺开牌组织 其他应该不知道 尽快抓人吧 越快越好 下一个是谁 你说什么 好 好 我知道了 交通厅来的消息 造失车辆的车主叫郭天成 他也在这份名单里面 卡卡 早安 这里是哪儿 这里是金元化工以前的工区 里边有员工住宅和各种仓库 三四年前经营不善倒闭了 现在这里没人管了 他来这种地方做什么 就不怕自己的路被堵死吗 先找到人再说吧 有地图吗 厂房 住宅区 还有仓库 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 分头找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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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到了目的地了 希望尽快救援 黑桃五 发送 收到黑桃五的信息了 红桃七夜传来消息 警方正在感冒哪里 不管是郭天成 或者是他的击杀者红桃贵 是生是死 绝对不能让他们落在警察处里 你们应该出发了 是 位置对吗 赵松峰那边都发了毒誓 应该是对的 我们这边大约只有半个小时延迟 运气好的话 郭天成应该还没走 特警都喊上了吗 都喊上啊 包领事对这种事还是很积极的 不过有必要叫这么多人吗 那个地方是条死路 除非郭天成巧的自杀 不然的话 他去那里一定有什么计划 为两个小孩计划 所以不是很值得去看看吗 好 我知道了 什么消息 包大龙说 他已经到那个地方了 结果连去三家都人去楼空 他怀疑有谁给他们透露口风 想生起秘密行动 叫他过来 一起追捕郭天成 抓个郭天成 不需要这么多人吧 这句话是我自己问的 当初抓艾迪生的时候 大家也是这么说的 所有人 全力抓捕郭天成 不需要 我去追捕郭天成 没有发现 能进的地方全都找过了 而且门锁绣的差不多了 没发现谁翘可不 我这边都是游体 藏不了人 宇军 哥 你 呗 颽 呗 呗 呗 二 的 真的 我 好了 你 ad 哥 哥 他不在那边 这是什么 跟我来 住手 放了他 现在才来救人 是不是晚了点 你都不问清楚我们是谁 就这样下手 不太好吧 你们来找我 总不是为了喝茶吧 按照高龄市的法律 只要你配合警方 下场不会太坏 我们会保护你离开这里 到达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绝对安全 那黑桃J 怎么又活下来啊 别废话 要么滚蛋 要么来领尸体 自己二选一 你们先走 这边待会儿就给警察 这里面装的是二甲机构 世界上最毒的化合物 急已挥发 我只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 如果不放人的话 我就把它打开 大不了大家一起死 想困我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这里是化工厂 想找一个有剧毒的东西 并不难 五十五 警方绝对不会轻易杀人 即使是死刑 也会有长达八年的上诉时间 更何况 你是被指使杀人的 只要能立功 死刑便死缓 死缓便无期 说不定 七八年 你就可以出来了 二十五 你们 你们可是三个人 放心吧 我们比你更不怕死 十 九 八 七 等一下 我自首 哥 你能告诉我 那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吗 真的 那 万一我没有放人哪 那就一起死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哦哟 都在啊 齐木学长 请问你来这里做什么 有任务 就回来了 你别告诉我 你的任务是写生 我是来 做这个的 你们想从他身上吃他的东西 我都可以告诉你们 吃我不也 猫端起来 报告 猫来了 带武器的大概有十人 行动吗 行动 好像没死多久啊 又来晚一步 等等 我去查一下 有什么可疑的人或线索 血都已经凝固了 难道有什么人在 博客白组织的事情 越快处理越好 先撤吧 好不容易有点头绪了 你要这样离开吗 我自己是傻的 我自己是傻的 我的身体里住进了别人的心脏 原定是因为你才被害死的 我是傻的 我是傻的 是傻的 盖利真的能够杀人吗 我刚打电话我医院里面的人了 他们说我姑姑是在办事的时候 突然收到一个短信 然后就走了 可是为什么他要拿庄严为行 我认识庄严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 你真的不要去手术室吗 亲爱的艾迪生先生你好 我诚挚地邀请您及您的朋友 接受我的邀请 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您的道场 您的挚友敬伤 我请请您的感谢您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